欢迎来到火箭叔叔的科学课堂 2016年的7月4号 诸诺号木星探测卫星呢 在经历了5年的太空冒险 并且飞越了28亿公里之后呢 终于来到了木星的轨道 开始展开对这颗太阳系当中 最特殊的行星的科学探测工作 为什么我们要来到 要说木星是太阳系当中最特殊的呢 第一个就是因为它的体积 因为它的体积是太阳系行星当中最大的一个 比我们地球呢大了1300多倍 其次呢是因为它的质量 它的质量非常巨大 甚至超过了太阳系当中 除它以外所有行星的总和 还有另外一点啊 是因为它的磁场非常的强大 它的磁场呢超过我们地球的两万多倍 所以说在太阳系当中 木星的磁场啊就像是成奇的一把巨大的伞 而这把伞的中间呢居然可以放下很多颗太阳呢 所以说在面对木星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时候 朱诺号就必然要充满勇气而且必须要装备精良 的确啊作为人类的探索先锋呢 朱诺号从一开始就做足了准备 我们先来说它的勇气 由于要受到木星超强磁场的影响 朱诺号在进入木星轨道的第595天之后呢 就会寿终正寝 所以说啊我们的朱诺号呢 从一开始就是抱着事实如归的精神处罚的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它的装备精良 朱诺号为了保护它自己 同时也为了保护它所装载的各种各样 非常精密的科学仪器 所以说需要有一颗非常非常强大 并且非常非常抗辐射的核心 同时它也拥有一个厚达一厘米的 钛合金的盔甲 这个盔甲呢 可以把辐射降低800多倍 之所以如此装备呢 就是为了完成我们人类 交给它的伟大的任务了 那么木星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 才会让科学家们不惜一切代价去探索它呢 这是因为木星是一颗巨大的气态行星 在它的气体里面呢 不仅有宇宙当中常见的氢氦两种元素 还有少量的能够形成生命的碳灵等元素 这就让科学家们想要去探索一下 它到底是从何而来的 它是如何演化的 等等这些木星的历史 所以说科学家就为猪诺号安装上了微波辐射剂 能够让它透过木星厚厚的云层移探它内部的结构 同时啊 我们还为猪诺号安装上了强大的磁力剂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木星绘制一张非常精确的三维磁力地图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揭示出为什么木星拥有如此强大的磁场了 当然我们还没有忘记让它携带上一架小型的照相机 这样的话就可以为我们拍下美丽的木星照片了 又到了我们的制作时间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将要制作一艘猪诺号木星探测器 它将要飞往木星呢 帮我们探测一下木星的磁场分布 所以说现在赶紧跟着火箭叔叔动手吧 我们今天的制作呢 将要用到一张打印好的土星的照片 会需要用到一些白色的黏土 三根宽的冰棍棒 然后呢 还有三块这样的圆形的一个小木块 当然了 家里面也可以用厚一点的纸板 或者瓦轮纸板来做出来 我们还需要一个大的别针 双面胶 这个比较重要 我们需要有至少三块磁铁 然后呢 需要有一个珍珠泡沫棉的底板 两根牙签 柴尺 剪刀 透明胶 还有 我们的金属五箔尺 好 现在呢 我们就要来开始把我们的珠诺号木型探测器 先制作出来 首先呢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珠诺号上面三片巨大的太阳能帆给制作出来 那我们就需要呢 把它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把它粘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圆形的小木片上面 好 现在呢 可以用双面胶来完成这个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这个一个圆板上面呢 沾满双面胶 让它的每一个地方呢 都有足够的粘性 好 沾满它 然后呢 好 然后就要把我们的这个 太阳能板 给它粘上去 好 当然 我们是用鼻孤棒来模拟 尽可能 要把它粘得漂亮 好 看 整成这样 然后呢 我们再把另外一片 给它盖上去 同样也是在另外一片上面呢 同样也是在另外一片上面呢 再满我们的双面胶 好 捏紧 对 相对来说呢 是比较紧的了 很好 你看 这就是我们猪诺号的这样一个大体的形状 然后呢 我们就需要来给它制作一个天线 同时呢 要把我们这块大一点的磁铁呢 给它埋进去 埋进去呢 我们可以先这样 我们先把这块大的磁铁呢 把它粘在我们的触摸号上层 也是用双面胶来完成 粘上去 粘上去之后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 哎 把它粘上去了 那 我们在做它之前呢 我们也是需要 来制作一个小小的天线 用铝波纸来完成这一步操作 首先 我们用铝波纸 剪一些小一小一块的铝波纸 然后把它捏成一个小球 把它粘在我们这个中心的位置 那我觉得这个小球有点大 我们来把它剪小一些 中心的小球可以小一些 这样把它粘上来 也是可以用双面胶来完成这个步骤的 把它呢 选一个比较好的角度 粘上去 然后呢 就是把我们的铝波纸给覆盖上去 啊 这就是我们的卫星天线了 然后把无形天线呢 啊 我们可以用白色的黏土 来完成这一步 白色的黏土 啊 把它粘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 然后把我们的天线 正面去 好了 好了 非常棒 我们的猪诺号呢 就已经接近完成了 那它似乎还少了一些什么东西 少了什么呢 少了这样一个磁力计 对我们猪诺号 最大的一个作用呢 它就是去专门探测 木星上面的磁场分布的 因为木星呢 拥有巨大的磁场 我们就要了解为什么木星 拥有如此巨大的磁场 它呢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一切了 我们的猪诺号已经完成了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搭建我们的 木星模型 首先呢 我们把木星 粘在我们自己的 金属泡沫上面 好 可以一整张 粘接起来 用双面胶来完成这个工作 好 再上去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来 玩这样一个游戏了 但是玩这个游戏之前呢 我们还要准备 两个小旗子 以便帮我们标示出来 究竟我们 木星哪边是磁场 最强烈的地方 好 我们用透明胶 来把我们的小旗子呢 沾在 我们的眼纖上面 好 沾紧 好 沾紧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 不管是你跟爸爸妈妈 还是跟其他朋友来做这个游戏 首先呢 千万不要当着他们面 一定要悄悄的 把两枚小磁体呢 粘在 这个 底板下面 然后呢 我们现在选择 两个地方 随机的两个地方呢 把我们的这个磁体 粘上去 前提是千万不能让爸爸妈妈 或者说 是你们的朋友 看到你 到底粘在什么地方哦 好 我们把它粘上去 然后 翻过来 把这个呢 交到他们手里面 然后呢 让他们利用我们的 猪罗号探测器呢 来探测 究竟 我们的木星磁场里面 要更强烈呢 哎呦 感觉这边 好 这边比较强烈 哦 这 这 好 在这插上一个旗子 然后呢 再探测另外一个 哦 这边 然后翻过来看看 我们到底有没有插队呢 yes 好的 目前呢 我们就把木星的磁场 给它找出来了 非常的棒 好 好 像